斗魄苍穹之大千世界第四世纪 联合我们三人的世界之力 也无法将这个小千世界尽收眼底 看来我们的世界之力 只能在大千世界才能使用 灵动三人无论如何运转世界之力 依旧无法将小千世界的事物尽收眼底 一生无奈道 就在三人陷入一顿苦恼的时候 硝烟却是对着灵动 牧尘二人说道 用我的灵魂力量试一下 不过需要我们三人合力施展世界之力 看能否利用世界之力为媒介 将我的灵魂力量扩大至整个小千世界 文言 灵动牧尘也是觉得此方法不错 便不再废话 马上运转世界之力 就在世界之力延伸整个小千世界开去的时候 硝烟立马将自身强大的主镜灵魂力量 融入到世界之力当中 不过 这方法效果还真的不错 利用了世界之力为媒介之后 硝烟的主镜灵魂力量 直接可以覆盖至整个小千世界 但是 这方法对于灵魂力量的消耗则是巨大 在硝烟强大灵魂力量的感知之下 小千世界终于的画面终于传入硝烟的灵魂世海中 小千世界的很大 就和大千世界一样 依旧有着无数下位面大陆连接了上位面低小千世界 而且不管是下位面大陆还是上位面低小千世界 将近一半以上的大陆都没有了灵气以及生物 如同这个小千世界有着一半以上的大陆都是废墟 大约感知了片刻之后 硝烟的灵魂力量已经感知到了小千世界的中心 在小千世界的中心处这里有着一片无比巨大的大陆 其面积甚至是比超级大陆还大 而且在这无比巨大的大陆上隐隐约约地弥漫出极为恐怖的黑气 覆盖着整片大陆 虽然硝烟此时是利用世界之力为媒介 将灵魂力量扩大 但就是如此 硝烟的灵魂力量触碰到这些黑气的时候 灵魂力量都是有些微微一致 似乎是这些黑气可以侵蚀灵魂一般 无比的可怕 这样的力量应该不是普通的强者能够做得出的 能够做出这样的事情 恐怕至少也是一位主宰镜的主宰者 因为能够动用大陆之间的强行汇聚 只能动用世界之力 难道说 此人能有如此的能力 难道是一位小千世界的主宰者 而且小千世界上所有的大陆 都被一股极为诡异的能量所弥漫 或许正是这诡异的能量导致 小千世界的资源匮乏 对方究竟何人 竟然会想出这种方法强行将小千世界的大陆重重组合 看来在这个极具超大陆上 必定有着非常强大的东西存在 会是世界之外的强大神秘种族势力吗 感应到了 在这小千世界的中心区域 有诸多大陆强行地被组合成极具超大陆 我想那里应该有非常强大东西的存在 硝烟收回灵魂力量和世界之力 很明显地感觉到此时 硝烟的灵魂力量有所减弱 要不是硝烟突破到主镜灵魂 恐怕也无法配合世界之力去探查 而且灵魂力量的修为则是非常艰难 硝烟能够修炼至主镜灵魂 恐怕在整个第三等级世界之中 都是前茅的存在 灵魂境界分七个境界 繁境 灵境 天境 地境 圣境 主镜 神境 主镜灵魂堪比主宰镜的实力修为 所以才能够配合世界之力 如果是利用圣境灵魂的话 不但不能配合世界之力 反而会被世界之力所反噬 或许还会重创灵魂 闻言 灵动和牧尘难难道 更强大的东西存在吗 如果真的是那所谓的界外种族 我灵动必定将其逼出小千世界 强行将无数大陆组合成更庞大的大陆吗 究竟为什么要这么做 难道界外种族的那些人 在谋划什么计划吗 牧尘的手指放在自己的肩下巴摸了摸 尼难道 我们先过去看看吧 就算真的是哪些界外种族势力 我们三人也不会丝毫拒异 强者之路 可不是惧怕 而是用于对面更强大的对手啊 硝烟的这句话 让灵动牧尘二人都是心中燃起了热血 当年三人对面域外邪族的天邪神 都不曾惧怕一丝 迎难而上 击败天邪神 拯救了大千世界意义生灵 如今 他们三人同样可以击败任何阻碍 入侵他们世界的界外种族 别人或许没能办到 但是他们三人确实可以 急剧大陆上 黑色的气息弥漫整个天际 比起当年界外邪族的魔气 更强加的恐怖与诡异 散发出不仅可以污染灵力之能 而且还可以让这个小千世界上的生灵 被黑气污染之后 一直都会不受控制 犹如被人操控了一般 成为对方的打手 击杀小千世界的生灵 这就是黑气的可怕之处 此时在这座组合起来的庞大大陆上 三道身影浮现 而这三人就是硝烟 灵动 牧尘 三人看着这座大陆上的漫天黑气 心情都是变得极为的一样 要不是他们的实力已经踏入主宰境 恐怕就会被这些黑气彻底的影响 这里的黑气很是诡异 比起当年邪族的魔气更加的强大恐怖 硝烟感受到这里的一切事物 心中也是一惊 仅仅是这些黑气 竟然有如此 污染人心的能力 这黑气应该就是入侵小千世界的那些界外种族 既然已经在小千世界渗透了那么深 灵动紧握手中的雷地权杖 开口道 牧尘的目光凝视着这里的一切 依旧是没有发现任何的生灵 这里虽然没有灵力 可是这些黑气可是极为的浓郁 就算是天至尊来到此处 也会瞬间被这些黑气污染 这究竟是什么样的强大种族势力 可以做到这一步 组合诸多大陆为一体 而且还有如此恐怖的诡异黑气 硝烟看了看四周 开口说道 我们分头行动吧 了解一下小千世界的具体情况 灵动 牧尘二人点点头 便是朝着各自往所选的不同方向掠取 而硝烟灵魂力量散发出去 最终目光对着灵魂力量 所探查的一座大陆上 暴力而去 此时 集聚大陆上的一处区域 在这里的区域上空 诡异的黑气 十分浓郁 已经有不少的至尊强者 都被这黑气所污染 这里有着一场激战 双方人马皆是死的死伤的伤 更重要的是 双方的那些强者 都是来自小千世界的强者 发生这种自己人打自己人的局面 只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有一部分强者 已经被黑气污染 失去了理智 还有小部分的强者实力强大 暂时还有些意识 还能控制自己的行动 因为 他们这些暂时没有失去意识的 都是天至尊的超级强者 拥有强大无比的灵力 与之黑气抵抗 不过 长久下去 对于这些天至尊还是会无力 哈哈 你们这些小千世界的土著 还是归顺于我们界外天人族吧 此时 一道森然笑声响起 一双紫色的瞳孔盯着这些天至尊 而且 看你们实力已经踏足天至尊 勉强有资格成为我们界外天人族的成员 如果你们实事物的话 我可以留你们一命 这位来自界外天人族的强者 其身上的气息散发而出 可不比这些天至尊弱 甚至更强 呵呵 真是搞笑 就是因为你们这些界外之族的入侵 我们的小千世界 如今才变得资源匮乏 众多天才以及强者皆是被你们所击杀 唯有 我们这些天至尊才勉强于你们界外天人族抗衡 想要我们投靠你们 那是痴人说梦 听着界外天人族的那位强者话语 小千世界这边的一位天至尊一声冷哼 一脸厌恶的表情看着界外天人族强者 哈哈哈哈 那是因为你们这小千世界的土著 实力都太弱了 只有你们这些天至尊可以勉强 做我们界外天人族的打手 天至尊之下 皆是对我们界外天人族没有多大的用处 牺牲他们也是他们的的荣幸 现在小千世界的所有生灵皆是被天主掌控 要不了多久 这个世界将会彻底的沦陷 整个小千世界 都会在我们天人族的统治之下被毁灭 到时候就算你们这些天至尊恐怕也要彻底的牺牲 就算是圣品天至尊也是如此 都会成为小千世界的尘埃 这就是我们天主的伟大 现在你们这些天至尊不归顺 更待何时 这一次是我们天人族给你们小千世界这些天至尊 最后一个生存的机会了 如果还是不听劝 那就不要怪我们残忍了 听完这位天人族强者所说的话 小千世界的这些天至尊 到了最后 竟然其中有几十位走了出来 对着天人族的强者道 我们愿意归顺 仅仅这六个字 让天人族这边的人听了面带笑容 让小千世界的人听了 则是面带极度的阴沉 其中有两位圣品天至尊 则是目光闪烁地看着归顺天人族的那些叛徒 你们 竟然要背叛 归顺天人族吗 哈哈 好 很好 实实物 天人族的强者目光满意地看了看这些归顺自己的天至尊 然后又把目光投向了还没有归顺自己的天至尊 慢悠悠地道 你们呢 天人族占我小千世界 杀我小千生灵 此等仇恨不共戴天 还想要我们归顺头 世人说梦 此时 圣品天至尊用肯定的语气说出 就算死也不会归顺天人族 看来人各有志 有些人选择归顺为了生 有些人宁愿战死 也不会苟且地活着 这就是勇者无畏 哈哈 好 既然你们已经做了最后的决定 我们也不再给你们机会了 这片大陆就此毁灭吧 你们这些执迷不悟的天至尊 早就该死了 话音落下 天人族的这位强者 目光锁定了 前方三位圣品天至尊 而圣品之下的天至尊 则是由被黑气污染之后的 小千世界强者开始再度 与那些天至尊开启战斗 大战开始 强大的灵力开始爆发出来 虽然被黑气污染的都是地至尊 但是此时 也有少数的天至尊开始被黑气侵蚀 刚刚归顺与天人族的几十位天至尊 也没有任何办法 在天人族的那位强者命令之下 也爆发出可怕的灵力 对着自己的同胞轰然攻去 你们的实力虽然已经踏足圣品之路 但是我的实力可是比你们更强 文言 这三位圣品天至尊眼神一鸣 他们已经是圣品巅峰的实力 可以说是小千世界的超级巅峰强者 但是 他们同样也认可眼前的 天人族强者的恐怖之处 因为就连他们这些 已经踏足圣品之路尽头的巅峰强者 都感受到了一股压力 怎么 知道我的强大了吗 不过已经迟了 让你们尝尝 超脱圣品的力量吧 说完 天人族的这位强者 体内瞬间爆发出极为可怕的灵力 而在灵力之中 还有着一股极为特别的力量 这股特别的力量 应该就是主宰之力 看样子这我天人族的强者 已然是一位已经半步踏入主宰境的强者 三位超级巅峰强者 感受到了一股压迫力 惊骇到 没想到 你们天人族竟然有强者达到这种程度了 半步主宰 在我们小千世界 也只有一人达到过 而你竟然能与我们小千世界第一强者相媲美 哈哈 你们这些小千世界的土著 实力与天赋都太差了 难怪圣品乃是你们小千世界之顶峰的存在 想要超脱圣品 你们恐怕是无缘接触更高的境界了 天人族的强者目光淡漠地说着 而且 我告诉你们 我们天人族可不知我一位是半步主宰 像我一样身份的实力强者 在我们天人族可是有十位 并且天人族内还有比我们更强身份实力的强者 你们现在明白了吗 文言 三位超级巅峰强者面色直接低沉无比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他们天人族之中 半步主宰至少十位 不仅如此 还有比半步主宰更强的强大存在 这样的天人族竟然强大到如此地步 比起大千世界的域外邪族底蕴更强 说句实话 小千世界根本无法与他们天人族对抗 天人族已经入侵小千世界数万年 如今 天人族没有对小千世界的异议生灵 赶尽杀绝 肯定是在谋划着什么阴谋 或许这小千世界之中 有什么东西是他们想要得到的也说不定 该死的天人族 我们与你拼了 三人知晓自己所面对的对手有多么的强大 所以直接将自身的实力 全部施展而出 磅礴的灵气开始呼啸 三人各自施展出自己强大的斗技功法 太古阶级别的斗技 双方比拼 三名圣品巅峰的超级强者对战一名半步主宰 可想而知 就算是圣品巅峰强者用尽所有底牌 也不是这位半步主宰者的对手 半步主宰者相当于当年萧炎 灵动 牧尘三人联手对抗天蝎神的实力 轰 一道巨响 三道身影暴退而出 此时他们的身体都是有些微微颤抖 刚刚与半步主宰者的对拼当中 他们三人已经很明白 自己不是眼前这位天人族强者的对手 三人对视一眼 无奈的苦笑 他们三人都是小千世界的超级巅峰强者 实力更是达到了顶峰 圣品巅峰 只不过 他们现在对面的是一位超脱圣品半步主宰镜的强者 各位 以命相伯吧 其实三人之中的一位老者深吸了一口气喃喃道 而身边的另外两位老者同样吸了一口气 看着他们三人的动作 不远处的天人族强者眼神微动 道 哦 想要自爆吗 话音一落 天人族的强者率先出手 因为圣品巅峰实力的超级强者自爆拥有极强的破坏力 就算是他半步主宰镜的实力 也不敢轻视 并且 有三位圣品巅峰同时自爆 那么其威力 可想而知 所以 天人族的强者不给他们自爆的机会 准备出手直接击杀他们三人 感受到天人族这位强者 爆发出超越圣品的恐怖力量 就算是那位圣品天至尊也感到一股危险 恐怕这一力量下 就算是他们圣品巅峰也无法抵挡 难道真的要更新替换新时代了吗 此时三人感受到极强的压迫感 就连他们的身躯都开始不听使唤 该死 他封锁住了我们的行动 竟然不能自爆 可恶 三人感受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绝望 他们都是小千世界的超级巅峰强者 可如今 他们连自爆的资格都没有 这是多么的无奈 圣品之路的尽头 也始终在圣品之内 而圣品之上 又是一片广袤的新天地 他们败在了 实力不够强 世界不够强 他们此时也绝望了 闭上了眼睛 等待死亡的来临 天人族的强者一人之力 击败三名圣品巅峰天至尊的超级强者 能够做到如此 也只有半步踏入主宰境的强者了 呵呵 知道我的厉害了吧 在我半步主宰者面前 你们圣品天至尊算得了什么 至尊时代已成过去 主宰时代即将到来 此时 这位天人族强者施展出无比可怕的强大斗技 在其面前凝聚成一张巨大的手掌 直接轰击而下 恐怖的力量 直接是将空间都强行拉开了裂缝 眼看就要击中三人的时候 一道绚丽的火海出现在其三人面前 巨大的手掌直接被绚丽的火海包裹而下 催枯拉朽般地被吞噬殆尽 此时 他们三位睁开了眼睛 看着眼前的这一幕 让得他们心中都是震惊了起来 竟然有人出手救了他们 而且看样子其实力不凡 圣品之上 半步主宰 没想到你们界外种族 竟然在苍穹榜上留下信誓 此时 一道有些低沉 但又有着无比霸气的声音 自绚丽的火海之中响彻起来 众人望着声援望去 看见一位身穿黑袍的青年 此人后背之上有着一把黑色锯齿 英俊瘦削的精致五官 暴露在众人的视野之中 那三位圣品巅峰的超级强者 看着黑袍青年 隐隐约约地发现此人相当的不简单 是一位极为恐怖强大的存在 你是谁 竟然知晓苍穹榜 此时 天人族的强者其目光也是紧紧盯着突然出现的黑袍青年 就算是他也不敢轻视眼前的年轻人 因为 刚刚他所施展的斗技乃是太古街顶级的斗技 就算对面与自己同等境界的对手 都能够取胜 可是刚刚那绚丽火海的出现 竟然那么轻易地就将自己的斗技给吞噬了 这足以让他非常的重视起来 我当然知晓 因为我在苍穹榜上留下了完整的姓名 听着黑袍青年所说的话 天人族的强者眼神一鸣 其他三位圣品巅峰强者都是无比的震惊 因为他们都知道 在苍穹榜上留下完整的姓名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是整个世界的主宰 拥有世界之力的主宰者 如此一说 难道这位黑袍青年真的是 苍穹榜上留下完整姓名的主宰者吗 哈哈哈哈 有趣 吹牛都吹上天了是吧 小千世界里 根本就没有一个踏入真正的主宰境 最多也只是半部主宰境 而你刚刚说 自己在苍穹榜上留下完整的姓名 简直是痴人说梦 天人族的强者不相信黑袍青年所说 此时 黑袍青年一步一步地缓慢走出绚丽的火海 眼眸扫视着四周 然后再度看向天人族的强者 然后不再说话 一股炙热的温度开始上升 绚丽的火焰燃烧天地之间 强大的火焰 可以焚尽天地万物一般 就算是半部主宰者 恐怕都会被焚烧殆尽 这一幕 直接震惊了众人 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 下方诸多天人族的人皆是暴体而亡 只留下这位半部主宰境实力的强者 黑袍身影悬浮天际 终于嘴角一动 道 你们就是来自世界之外的种族是吧 哪里来得滚回哪里去 我劝你还是收回刚刚所说的话 竟然出来阻扰我们界外天人族的事 怕是不想活了 这位半部主宰者调整了一下心态之后 语气阴沉地说道 界外天人族又如何 当年我对面域外协足的时候 也不曾惧怕丝毫 对你们界外天人族也不感兴趣 但是 你侵犯我的世界 那么就要付出惨痛的代价 话音刚落 飞袍青年的手掌之上 一朵绚丽的小火莲出现 然后对着不远处的半部主宰者轻轻一丢 小火莲划破空间 直至半部主宰者掠去 后者此时终于露出了前所未有的金句之色 看着越来越近的小火莲 天人族的这位强者 底牌尽出 但是 终究无济于事 这些强大的底牌 可以秒杀任何一位 圣体巅峰的超级强者 甚至重伤同样是半部主宰镜的强者 可是 这些强大的攻势 在接触小火莲的瞬间 都是瞬间被焚烧殆尽 小火莲看似不起眼 实则里面蕴含着无比可怕的能量 最终 在天人族这位强者的惊恐之色中 小火莲直接贴近她的身体之上 然后随着一声剧烈的爆炸 这位半部主宰者彻底陨落了 此时此刻 小千世界的众人 露出难以置信的神色 看着那位黑袍青年 此人竟然一瞬间 击杀天人族众多强者 而且就连对付这位 已经踏入半部主宰镜 实力的强者 也是轻松给击杀 这究竟是何方神圣 众人不敢说话出声 只是静静地看着他们眼前的这道黑袍青年 而后 黑袍青年也感觉到了什么异样 然后转头对着众人微微一笑 语气温和地说道 我来自大千世界 你们可以称我为炎帝 闻言 众人神色又是一变 惊呼道 大千世界 炎帝 难道是 很久以前 圣仙之主的那个大千世界吗 正是 萧炎在来之前 也有所了解过大千世界和小千世界的信息 这两个世界在很久以前乃是一个大世界 被称为千元世界 多谢恩人相救 小千世界的众人对着萧炎拱手感谢道 萧炎示意众人不必客气 然后问道 这位界外种族的人 为何会对小千世界入侵 众人闻言 一生无奈地叹息 片刻之后 其中一位圣体巅峰的老者开口说道 小千世界的现况 简直不客观啊 十分之久的大陆已经被毁灭 所有的生灵要么死要么归顺天人族 也有被黑气污染侵蚀了一时 我们小千世界第一强者的名字叫星辰大帝 实力已经踏入半部主宰境 如今 只有星辰大帝有能力与之天人族一直抵抗 利用他的星辰秘法 在保护着小千世界最后十分之一的大陆 不过 天人族派出的强者越来越多 最终 星辰大帝也是重伤 与星辰大帝实力相等的有两位 其中一位就是刚刚被你击杀的这位 还有一位目前一直与星辰大帝持续交战 重伤后的星辰大帝 只能用尽最后的力量 去保护这些大陆 小千世界的第一强者是星辰大帝 实力竟然也是半部主宰 不过能在如此缺乏的小千世界 有如此的半部主宰者 恐怕也是一位不简单的人物 校园听完 也是知晓在小千世界 依旧有第一强者存在 与当年大千世界的第一强者不朽大帝一样 恩人 我带你去见一见星辰大帝吧 小千世界的这位圣品巅峰的老者 对着硝烟难难道 因为他知道 如今能够拯救他们小千世界的危机 恐怕眼前这位青年是他们反转的机会 这些圣品巅峰的超级强者 眼光都是很会看人 而他们的眼光也没看错人 硝烟还真的是他们小千世界日后的拯救者 随后 硝烟与小千世界的众人消失在这片大陆 小千世界也是由无数个下位面大陆 以及上位面大陆组成的 最后被界外天人族入侵之后 整个浩瀚无尽的小千世界之中 只剩下数百来座大陆还有森林 其余十分之九的大陆 已经全部都被天人族霸占 甚至击杀了大陆上面的森林 而如今又强行地将这些大陆组合 出现了极具超大陆 要不是星辰大地的出现 恐怕这最后的十分之九大陆 都早已将被彻底毁灭 由于篇幅问题 本期内容只能先到这里 后续剧情会尽快更新 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点击关注 就能在第一时间接收到更新通知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